大家好 我是文睿 最近这两天台海局势持续升温 各种各样的消息陆陆续续传出来了 然后在美国时间7号这一天 华尔街日报它独家报道了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 咱们一起来仔细看一下 什么消息呢 就是美国政府有关人士表示 就是美国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 正在对台湾的陆军进行训练 这个时间已经持续了一年以上了 然后他参与训练的这些美国的军人有多少 大概20多人吧 虽然人不算太多 但是他这个意义很重大 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我看了以后特别吃惊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个事情比前段时间发生的 三架美国的军机飞到台湾的事情更大 他对于习近平的压力也更大 就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吧 那为什么是这样 咱们一会慢慢说 当然我谈到这个消息 一些小粉红和一些所谓的爱国群众 他们是什么想法 大家觉得 他们会不会是这样的想法 事可忍 孰不可忍 美国的军队都已经到了台湾了 现在我们要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厉害国的厉害 对不对 会不会是这样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拿台湾 对吧 正好我们缺少理由 正好你给了我们一个理由 是吧 大家觉得这个粉红们会是这种想法吗 我觉得可能不是 他们是非常了解北京的想法 非常了解北京高层的意思的 他们可能会这样留言说 文睿 你就又是听风就是雨 对吧 不就是华尔街日报报了这么一点吗 对不对 你说什么呀 对吧 这事你证实了吗 你看见了吗 对吧 你去过台湾吗 台湾你看见美军在那了 他们很多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吧 这个心思他也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的北京方面的心思 要不然习近平看到这个消息 他是最不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 对吧 他就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 这样的话他就轻松了 哎呀 可下轻松了 美军没来 应该是这么一个心思吧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 仅供大家参考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 真的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但我觉得应该就是真的 而且他这是美方的一种策略 然后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然后他会达到一种 就是说 怎么说呢 事半功倍的这样的效果 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让他非常难堪 也让他怎么说呢 真是把他逼到了墙角了 首先第一点啊 人家已经到了台湾这个一年多了 对吧 你不知道 完全不清楚 那不就说明你习近平非常无能吗 就是说你控制下的这些什么所谓的情报机构 那就是摆设吗 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 或者说你知道你也不敢说吗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吗 对不对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那习近平都很丢面子 是吧 就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人家这个美国军队啊 特别是你特种兵到了台湾 那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 简直太没面子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你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啊 说台湾他一直强调嘛 对吧 北京强调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人家到了台湾了 你要怎么做呢 那我这么说 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啊 你就这么想吧 你说美国的这个军队啊 人家海军陆战队或者特种兵 没经过习近平的允许到了上海 会是一个什么感觉 你就这么想就行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反正他不是说了吗 台湾是中国 通中国的一个省吗 那就跟上海一样呗 对不对 跟广东一样呗 那这个时候 那习近平应该做什么呀 如果他还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这个事 大家觉得是不是对他来讲很麻烦呢 那他就是承认呗台湾 台湾不是中国的这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这一点 他压力非常大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那么这些军队到了台湾 他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 要针对谁呀 他为啥要帮助台湾训练军队 针对的是谁呀 不就针对你北京吗 那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呀 对吧 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如果北京还不作为的话 那这个事情 那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非常大的事了 对吧 现在这个事情呢 可能这个 像我刚才讲 很多小粉红说 真的假的 对不对 你也没有根据 在乱说等等 现在这个事情吧 他就等于说是 把这个球 就踢给习近平了 对吧 你习近平就有义务 把这个事情 是真是假 你得查出来 而且呢 不管是真是假 你要有一个回应 对吧 如果是真的 那你 你就看着办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做这个事情 它就是比这个 前两天这个飞机 飞到台湾 那事情更大 当时那个情况 对吧 人家就是飞过来了 然后送点东西 后来马上就走了 是吧 那你装 看不见就看不见 但现在这个人家说了 是就在你这个台湾本土 而且是在 已经待了一年多以上了 你看习近平怎么办吧 这个压力 它就这么大 那么习近平会怎么做 他会强硬起来吗 大家看到 有人说 你看这两天 飞机不断的飞到台湾去 对不对 习近平显得很强硬 我觉得都是虚张声势 你飞再多又怎么样 是吧 你说 像那个 对吧 能力很低的人 你聚集了一百一千又能怎么样 你也赶不上你能力强的一个人 是不是 就这么个道理 我觉得对于这个事吧 习近平他肯定又是假装不知道 就像前段时间飞机飞到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习近平中间去了一个别的地方 假装不知道 对吧 也不提 也不敢说这个事 最后就那么不了了之 就这么过去了 对于这次这个事情 我估计习近平 他也只能这样 如果他一旦提 一旦知道 他就得为这个事情负责任 他就得去追究这个事情 对吧 那这个想起来 他可能就非常非常害怕 所以说习近平他 这段时间 为了这个缓解国内的很多矛盾 经济方面的 或者体制内的矛盾 他不断的把注意力 往这个台湾这转移 对吧 就是多少架军机 又什么绕台湾飞行 搞得这个好像气势很大 但人家美国呢 就一点一点的随便 通过一个所谓的 就是政府的有关人士 通过他媒体 就放出这么一个料来 那你这个事情 就让习近平相当相当的难堪了 那咱们就慢慢往下看吧 美国他采取的 就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了 而且当时美军的飞机 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说 美军后续一定会有动作 他一定会一点点 把这个美军派到台湾去 这不是他想做不想做的问题 这是一个他必须规定的动作 除了台湾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外 就是台湾的这个芯片 未来就是芯片 谁掌握了芯片 谁就掌握了未来 谁控制了芯片 谁就控制了这个世界 就这么简单 现在芯片的这个价值 比石油啊 比什么这个黄金啊 比什么美元 都要高的很多很多 对吧 整个就是说 现在台湾 它整个芯片的产业链 是不可复制的 不可能复制的 谁也复制不了 对吧 你就算是台湾 把它所有的这个技术 资料数据 全部都给你别的公司 你别的地方也做不了 包括韩国都不行 所以呢 美国他必然要保护台湾 这是一个 就是说规定动作 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 你说你中国政府 想要轻举妄动 习近平你想要轻举妄动 美国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不信咱们就往下看一看 整体上 就是这么个情况 他这次就是把这个事情亮出来 让你习近平难受 给你点颜色看看 然后同时也想测试你 你到底是个什么橙色 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对吧 我们把特种部队都派到台湾了 你能做什么 如果习近平还服软的话 不吱声的话 那一定会有后续的动作 不信咱们就慢慢一点点看 所以习近平 他现在就是什么呢 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到处都是问题 什么事情都一个一个 全部都跟着来了 这个楼市的问题 债务的问题 对吧 体制内全斗的问题 包括台湾的问题 他也不顺利 对不对 所以以前吧 我一直就举这么个例子 最近很少说了 就是习近平的处境吧 就很像是一只老鼠 他已经被那个黏天给粘住了 粘住了 你粘住了 你不动他吗 可能还好一点 你可能还能活的时间长一点 你说你粘住以后 你非要不停的动 对吧 非要逃脱 对吧 非要想尽办法 如何如何怎么样 那么结果只能是 被粘得越来越紧 粘得越来越紧 那粘得紧以后 你心里就更着急 更着急 你就更想要逃脱 那结果就是粘得更紧 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直到最后 你动不了了 基本上 我看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吧 这两年 大家如果一直跟着我视频走的朋友 大家看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就慢慢往下看吧 行 先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